阿富汗塔利班官方第一发言人穆贾希德 在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当中 还就女性权利未来的着装规定等问题 做出了回应 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 通过视频连线与栏目组进行对话 全程友好平静 由于技术原因网络多此中断 穆贾希德也耐心等候 就连在陪同人员催促时间一到 还有其他公务时也窥然不动 而对采访话题完全不设限 远远超出了前期沟通时设定的范畴 There's a discussion about the government that is going to be established properly and is there going to be a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as you said for six months or you're just going to form a government and also on the point of the government is it going to be a sort of inclusive government or just exclusive it's going to be seen in eastern but in other countries I'm sure the government star is in stance and always Vice President have been integrated in this situation 比如 Customized for the government 但時間通过 明кр 或许在医院、科学有先能力对达为了 没有任何形成为的 奖纳后,都可以加入了 一些派人的法国家 比方法国家的也有 从前的区域 可能是一些帮助的 其他人加入新政府 他们就会加入了一些新的国家 如果做了新的地方 要是立法的 指数的领土 我们来说的女性, 你会看到女性的女性 加入了新的政府的政府? 我认为女性的女性, 我认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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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思议女性就很常见, 我认为女性, 我认为女性你不能处理这些女性,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女性, 在课题里那些死ear push aqui, 我认为女性, 非常 answer, 在对未来茁壮要求方面, 穆加西德说女性需要穿罩袍 而对男性胡须的长度 目前并没有做出强制性规定 在采访中穆加西德再次表示 希望在未来与各个国家保持友好往来 目前的阿富汗仍然需要医疗物资 食品等人道主义援助 但他相信归来的塔利班 有能力建设出一个安定繁荣的国家 凤凰卫视傅小田杨若涵北京报道